朋友们 指定人脸的人工智能图像和视频内容创建工具来了 不是简单的换脸 而是可以选择修饰词 为你的模特定制长径衣着 发型年龄 甚至是图片里面的节日氛围和季节天气 而且今天还会分享给大家 最实用的图像和视频修复增强工具 除了去水印 还可以免费进行4倍的画质提升 先订阅我的频道 马上带你上车 打开Apple AI 也是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一款 生成一致角色图片和影片的AI工具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自定义的人脸来生成图片和视频 往下拉网站自带许多模特可以直接使用 也有其他用户创建的图片和视频 我们可以参考来寻找灵感 OK 登录成功 我们点击一下最上面的Create Portrait Model 创建自己的模特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上传本地的照片 第二种就是直接用文本来生成我们的模特人脸 OK 我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来作为模特人脸 OK 他已经识别出了我的人脸了 在这里对上传的照片也是有要求的 要高分辨率的不能模糊的 脸部和背后的场景需要清晰不能非常杂乱的 照片的构图需要让AI一下子就能捉住我们的人脸模特 像这样有非常多人脸很难去捕捉的图片就不行 OK 点击这里的save保存下来 model name就是帮我们的模特取个名字 小发description就是对模特的描述 我们可以填也可以不填 OK 点击创建模特按钮 在跳转的小发页面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模特已经做好了 点击这里的铅笔 可以编辑我们刚刚的名字还有描述信息 如果你不想公开我们的模特的话 就可以取消这个public公共的选项 但是需要升级为付费会员才可以 OK 我们点击maybenator先不升级 点击cancel取消回到我们的创建页面 在中间这里就是我们的提示词输入框 比如我输入一位女性穿着休闲的瑜伽服 在街上走路 可以看到这里最多可以输入128个字符 有的朋友们就会问了 为什么有些工具提示词最多能输入2000个字符 这里就只能128个呢 因为apple提供了非常多修饰词可以选择 比如我们可以设置深层图像的风格style 环境场景environment 还有角色外观 包括年龄服装appearance 甚至是照片场景里面的天气weather 都可以提前设定 所以就简化了我们提示词的输入 往下拉来看一下art style 艺术风格这里有哪些选项 动漫 素描 线性漫画 中国风 3D动画 还有现实主义 还有像素 我先选择realistic现实主义生成来看看 再往下是环境场景 有博物馆 摩天轮 私人飞机 还有舞台 古典建筑 机场 火车站 游泳池 教堂 繁忙的城市 咖啡厅 健身房 还有图书馆 下面还有是一些户外景观 草地 沙滩 underwater就是水底下 我选择desert沙漠好了 选中之后可以看到提示词书框的下面就出现了对应的修饰词 沙漠和现实主义 生成我在沙漠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一张图像 那我就可以把提示词里面的walking on a street在街上走路删掉 因为我刚刚已经选择了照片的场景是在沙漠里面 有的朋友就会问呢 如果这里都没有我想要生成的场景那怎么办呢 不要急OPPO也可以自定义生成 后面我都会讲到 再往下看一下外貌的设置 有年龄和服装 年轻的 中年的 还有老年的 我就不装嫩了 我选择middle 中年 来看一下下面有哪些服装 西装 休闲服 运动装 泳装 大衣外套 还有卫衣 我选择一个泳衣的 同样的 我把我提示词里面的瑜伽服删掉 在沙漠里面穿泳衣 像不像在拍写真大片 OK 再往下我们看一下weather 天气的设定 Sunny day 阳光灿烂的 黄昏 还有晚上和下雨天 星空 还有看到月亮的 多云的 我选择黄昏 三赛 讲到这里 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可以拍出好看照片的小技巧 光线非常重要 一天里面早上9点到10点 还有下午日落时候的光线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会特别好 接下来就是生成照片的尺寸设置 9比16 3比4 16比9 4比3 还有1比1的 我选择16比9好了 再来检查一下提示词的输入 改为一位女士在沙漠里面摆pose 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出片的要求来加一些修饰词 比如我想让场景是在一个广袤的沙漠里面 所以我在沙漠的前面加一个形容词wast OK 来到右下角 点击journey生成按钮 等待图片生成 可以看到它会生成四张照片 这里就是我们刚刚选择的修饰词 还有我们的提示词 OK 已经生成好了 但是因为我是要求生成了永一的一个照片 所以它就没有直接的显示 点击这里的show按钮 OK 点击放大看一下图片 虽然跟我的样子有点出入 大概也是因为模型训练对亚洲面孔不太友好 不过这几张图片里的角色却是非常一致的 那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生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规避侵权的风险 比如你可以把喜欢的明星网红照片作为参考模特 来生成相近人脸风格的一致角色 而且我也测试了 这是我用idegram纹身图工具生成的一位女士 这款工具是支持中文提示词的 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详细讲过 用AI美女作为Apple的参考模特 得到的结果会比真人图片的好 但AI生成的图片很多时候会不够清晰 甚至有点瑕疵 推荐大家使用AIRT这款图片画质升级工具来修复图片的细节 把需要修复升级的图片批量导入进来 会自动按照我上一次的升级设置来升级画质 比如现在已经进行了两倍的画质升级 左边是原始图片 右边是升级后的图片 先来看一下AI模型这里 打开下拉框有三款模型可以选择 左边的问号这里单击一下可以打开模型的信息 一般有皮肤纹理和毛发的图片就用第一个more detail模型 可以产生更多的图片细节 也就是图片的质感会更加高级 如果想要保真度 比如要保持角色的一致 那就用第二个smooth模型 还有一种是专门用于老旧照片的修复 或者真实拍摄下的图片就用real photo模型 我这里用的就是more detail模型来进行画质的升级 在下面放大这里点开 可以选择图片放大的倍数 一倍是保持图片的原始大小 可以进行两倍升级 四倍升级 或者八倍升级 OK 系统已经默认的升级好了 点一下这里的加号 可以选择这个适合 点一下上面的对比会更加清楚一些 皮肤的纹理和头发的细节都更加清晰了 只需要单击下面的图像就可以进行下一张图片的画质升级 升级修复了细节之后的图片看上去就更加自然 点击右下角run按钮的话可以导出图片 OK 来到左边往下拉 我们再来试试它的expert专家自定义功能 这里就没有刚刚的修试词可以让我们选择直接输入文本提示词和否定提示词 我随便生成一个场景来看看角色一致性怎么样 比如一位穿着黑色夹克的女士站在一面涂鸭墙的旁边 否定提示词这里输入你不想要在图片上出现的事情 比如我不想要模糊的背景 Broom Background Bad Hands 糟糕的手 Missing Finger 缺失的手指 Extra Fingers 多余的手指 三只手 三条腿 糟糕的手臂 融合的脸 OK 尺寸选择9比16 点击Generate等待图片生成 OK 看一下第二张是什么问题 太暴露了 所以把它隐藏了 点击这里的小眼睛也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OK 生成的结果还可以 角色一致性还不错 只有第三张眼睛这里出了点问题 我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图片来进行一个Upscale升级 升级需要花费16个积分 但是每天我们会有免费的80个积分 每次生成4张照片的话也是需要16个积分 我觉得这一张沙漠的也比较好 同样的点击Upscale升级一下 升级好的图片可以在主页的History历史里面查看 把它点击打开 右上角Download可以下载下来 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照片的大小对比圆图大概是两倍 清晰度也提高了很多 如果你对清晰度还不满意的话 可以再次点击Upscale进行二次升级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这里进行图像的升级 因为它需要花费的积分太多了 需要16个积分 我们来对比一下AIRT升级画质的效果怎么样 这次我换一个模型 选择Smooth模型 我想要升级后的图片有更好的保证度 保持角色的一致 OK升级之后的图片很大 如果你的屏幕分辨率不够的话 可能就看不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下载来试试 在主页Personal Model 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模型 单击一下 来到创建面板 它还可以进行图片生成影片 还有视频换脸 TalkingAvita 就是让数字人按照我们的语音 或者文本要求来说话 在演示这几个功能之前 我们再来看看 Image文本生成图片这里的Complice Set 全套的意思 这个功能模块的意思可以直接理解为把图片里面的人脸换成我们自己的 不需要我们输入任何的文本提示词 只需要在这些修饰词的分类里面选择你喜欢的图片就可以了 Trending这里就是比较热门的 往下拉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选择 比如音乐节的一个场景图像 生日的 爬山 咖啡厅 酒吧 油画 还有Anime动画 大头照 自然风光的 比如可以生成一张我在冲浪的图片一定非常酷 还有在房间里面的 健身房 我想找一个正脸面对镜头的 方便我们后面做数字人 运动的 泳衣 圣诞节 OK就选择这个Christmas 选好我们要生成的图片样式之后 就点击右下角的Generate等待图片生成 OK这几张照片的角色一致性特别好 用刚刚的方法在AIRT进行画质修复 图片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了 再来看看老照片的修复效果 这是20多年前的照片了 换成real photo这个模型 OK现在是一倍的 没有增加图片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升级之后特别明显的就是眼神了 再来换一个模型试试 生成更多的图片细节 最多可以进行八倍的升级 可以看到图片的色调修复了 人也变得更加立体清晰 OK再来看看它的视频换脸功能 Video FaceWave 在这里可以上传一个一分钟以内的视频 然后把视频里面的人脸 替换成我的角色模特脸 往下拉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Quality视频质量的选项 High质量的话呢 每秒的视频转换需要16个积分 4秒的视频的话 总共需要64个积分 Best一共需要128个积分 Ultra超高品质需要240个积分 我们选择High高品质 点击Generate等待转换 OK可以看到已经转换成我的脸了 而且转换的效果非常好 把它下载下来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AI视频工具生成出来的影片 或者是网络资源 换脸之后还是会有影片的水影 没有关系 下面介绍一款在线去除视频水影的免费工具给到大家 打开123apps网站 点击Open法 把换脸后的视频上传过来 跳转到水影去除的面板 来到右上角 直接框选上这个水影 OK可以看到水影已经没有了 点击左边的Apply应用按钮 整个视频的水影就去除掉了 完全没有任何痕迹 OK这是完全免费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是在线的 甚至不需要我们登录账号 点击左下角Save按钮 把影片保存下来 格式是MP4 然后点击Export输出按钮 再点击保存Save视频就导出了 再来看一下它的数字人功能TokenAwaiter 我们需要上传一张照片 Upload Image把图片上传过来 Save保存 然后再把音频文件上传过来 也可以直接生成音频文件 输入2000字以内的文本 然后选择一个Voice Model 也就是配音源 性别可以选择女性 年龄有年轻的中年的还有老年的 口音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但是这里是没有中文的 所以我不使用这种方法来生成语音 直接把我本地的音频文件上传过来 点击Save保存 然后点击生成按钮等待图片数字人说话 OK把影片下载下来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怎么样 必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 只能生成1比1的数字人 比较适合解说或者教程的影片 Apple出图的角色一致性非常OK 加上我教给大家的去除水印和升级画质 但是免费计划只能创建一位指定模特 不过也有办法 通过删除再新增另外的模特就可以了 而且还能进行视频高清换脸 可以随时复刻热门影片 从事内容创作的朋友们快去试试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和看法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 和人工智能新的玩法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by bwd6